那現在我們所站的位置呢 其實就是鐵堡的最前端的位置 下面的這個圓形其實也就是一個機槍的陣地 那現在我們繼續往鐵堡的最上 所有的馬祖的軍事設施的底端呢 大概都會有各種綠色的防護罩 來作為對於遺跡的欺凌來使用的 以免讓對方一眼就看出這是一個正義 假裝是一個綠色的一個建築 那現在我們就繼續往鐵堡的地方 我來問一個問題 這個鐵堡這個防衛措施非常嚴密 你看我們這邊還有比斯瓦還有剛才講的那個玻璃水 那我請教你齁 那我請教你齁 請站在那邊的球馬 是不是就這麼嚴密 球馬是非常好的一個植物 它的尖端的那個刺非常的堅硬 那如果說能夠善下的利用這個球馬 除此之外呢各位可以看到在我旁邊的這個小小的 這一個圈養軍犬的地方 那這個軍犬圈養 圈養中呢其實在馬祖人的這個口語相傳 那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那在鐵堡這個地方更傳說有一個受接的軍犬 最早因為它有受過特別的訓練 那聽說是西德的名犬 那麼受過訓練以後呢 那麼執行這個看守的這個任務 這個軍犬它的嗅覺也好 聽覺也好 視覺也好 通通都有非常 益於我們人類的這種功能 所以當有陌生人靠近的時候 有水鬼我們所謂的水鬼就是 對岸當年執行這些恐怖任務的這個蛙人 到我們這個地方執行摩哨的這些人 我們統稱為水鬼 那軍犬一先發現以後 我們的衛兵就可以立刻加以處置 這個軍犬聽說是從最早的下市 然後因為屢建起功啊 對於上來摩哨的這個水鬼屢屢建功 所以就階級升為上市 但是這個傳說在馬祖人的 這個口耳相傳裡面已經多年 應該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 馬祖雖然有很多很多的軍犬 住所在各個前方 不管是山邊海角各個據點 但是最有名的軍犬 應該就是屬於鐵堡的這支獸街的軍犬 讓人們能夠一直相傳到現在 對面那種山 對面呢 那種 對面那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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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